大家好 我是王子涵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也是北大毕业的 咱们这个节目呀 每年都会有一个北大毕业的 但是我呢 跟雪芹和鸟鸟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还是我们省的高考状元 我呢 从小就觉得高考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从六岁就开始高考倒计时 我花了12年时间 把高考整得明明白白 结果只用了三天 就考完了 最可怕的是 高考都考完了 人居然还要活下去 我当年高考刚考完的时候 特别膨胀 特别嘚瑟 当时大家报志愿 都要买那个报考指南 我说我就不用了吧 我抛硬币就行了 反正只有两个选择 正面 北大 背面 复读 而且 而且我当年真的太自信了 我当时完全没想过 我大学毕了业还要找工作 我妈说你选这个专业以后不好就业吧 我说我都上北大了 为什么要考虑就业呀 北大又不是技校 我当时就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我最喜欢的民间文学专业 毕了业来讲脱口秀 虽然我不知道脱口秀算不算文学 但我肯定是来到了民间 我当年信心满满地进了北大 结果开学就给我整崩溃了 开学班会的时候 老师说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班有个女生掏出一本书 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说啊 你高考完都不用学车吗 我当年在北大 唯一一门优秀的课是乒乓球 那个课的标准 是要连续搓球20板板板带转 我能拿优秀 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室友 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他能把每一个球 精准地喂到我的板上 考试之前他还嘱咐我 他说一会儿考试你就记住 千万别动 我今天已经27岁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走出高考的阴影 我一直想证明 高考不是我的人生巅峰 我还能做出更大的成就 但是我越想证明 我就越证明不了 我发现高考这件事就是这样 考不好难受四年 考好了难受一辈子 但我现在也想开了 我觉得我就是应该放下这个光环 什么光环 我是我们省的高考状元 你看没光环了吧 你们都不挖了 就这个光环啊 也就管内一下 我决定啊 从明天开始放下光环 起心隔面重新做人 因为高考状元这个事 我自己只要不提 谁又能知道呢 谢谢大家 我是高考状元 王子涵 大家好 我是辩格 但总 清华和脱口秀不一样 清华是有门槛的 开玩笑 能来讲脱口秀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ING 首先这叫graduating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脱口秀你们是专家 但英语我是专八呀 都说毕业是人生的转折点 其实我高中那会儿就规划好 要学法律当律师了 只有一件事我没规划好 就是我本来想考北大 阴差阳错之下 却保送了清华 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也不会因此太苛责自己 清华也还行 人生不是规划好 就能一帆风顺的 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难关 大家都知道 清华校园很美 我也听说了 但我没怎么去过 我因为疫情啊 这四年 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课 我妈一度很怀疑 清华还能寒瘦吗 家里亲戚也很关心我 辩哥 学习还顺利吧 我说网不卡的时候 还挺顺利的 不光我们 老师们也在努力 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哲学老师 在讲台上讲了一辈子课 没想到网课 居然适应得还特别快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德 刚才讲的这个行二上学 同学们听懂了吗 听懂的 在弹幕上抠个一 我们都听懵了 生怕老师来一句 这本人民出版社的 纯粹理性批判呀 现在就可以在直播间购买了 三二一上链接 今年我们很多同学 都是在家里 线上观看的直播毕业典礼 一边看 一边给自己播碎 有的同学忘了订闹钟 一觉醒来 他的青春结束了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规划的人 即使毕业后没进律所 那也在我进律所的规划之中 我可以考研考公务员 Gabrier跪在律所门口求一年 讲脱口秀其实也是我的规划 讲得差 我就回去找工作 讲得好 我就找到了工作 只要我规划的足够多 一切就都在我的规划之中 现在的就业形势确实困难 清华保研的名额变少了 工作不好找 前一阵子 我一份已经收到的offer 居然被撤了 在我的理解里 发出去的offer 就是泼出去的水 offer还能被撤的吗 还有没有order了 发出offer的机构 还是一家律所 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 但是回头想想 正因为它是律所 它还不怕被告 本来是一份offer的事 回头就变成一个case了 我是真不敢跟他们杠呀 拜托 我是想当律师 不是想请律师呀 所以你们说00后是职场拽王 其实我们大部分00后 也真的不拽 只是单纯还保留着一些热血 大家对于后辈 总是喜欢吐槽 80后吐槽90后 00后吐槽10后 我现在觉得 最差的还是那些20后 只知道索取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前辈们喜欢指导我们 我们也想借鉴前辈们 过往的经验 但是每一代人 遇到的问题 都是不一样的 唯有自强不息 厚德在务 这是清华的校训 我也想跟大家共勉 希望我们都能有个 光明的未来 单总 我很喜欢脱口秀 你们效果文化 也要自强不息呀 谢谢大家 我是变革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铭 大家好 哇 单总刚才又黑我 我是在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系任教 综艺本身就是我们 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上综艺 就是在进修 而且 今天说实话 要正式地向单总 表达一下感谢 如实讲 因为我在学校 带的那门课的名字 就叫 综艺节目主持 控场艺术 真的 大家网上可查 所以大家知道 单总之前做的节目 脱口秀大会 对吧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课堂当中 认真地去揣摩 去研究 去致敬的 反面教材 他给了我一个封号 五大综艺天王 惭愧 哪来的五大综艺天王 其他四个是谁 明明就我一个吗 不喜欢谐音梗 气死你 你真气不到了 今年呢 我们回到严肃话题 要讲毕业和高校 这个确实 今年的毕业生 就业形势都不太好 这大家也都知道 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一个985211高校 新闻与传播学院 应届的硕士毕业生 截止到三月底 三方签约率 是36%左右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去年往前 在这个时间段 这个数字都是99%以上 你说想想 心里是不是有点慌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今年最热门的职业 就是自由职业 当然很多人问我 说陈老师 到底是大环境不好 还是小区是不行 我说这是个很好的变题 但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 我直接截辩 不管大环境 还是小趋势 各位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 还有真爱 前几年 找到工作又怎么样 今年还不是要 从头再来 对不对 不要有什么压力 当然 压力不仅仅来源于 今年激烈的竞争 还有外部环境的变化 也来自于家庭 有的同学 毕业了 想做自媒体 又不知道 怎么跟家长解释 因为对家长来说 自媒体 就叫 没工作 对吧 自媒体 自然就没了的物体 对吧 气死你 现在呢 整个媒体行业 在一个职业转型期 新职业也是层出不穷 那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爱玩游戏 我就推荐他 去做电竞选手 根本打不过 然后我又鼓励他 去做电竞主播 赚的也不多 最后他做了游戏推广 这个工作干得好 我昨天晚上 还在玩他推广的游戏 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明什么呢 各位不要在 一份工作上吊死 你要多去尝试 不同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找到 第一份工作 但是有同学说 我第一份工作 我也找不到 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 有 我会给大家 这样一个建议 你可以找一个 在你的学长当中 跟你的排名啊 记点啊 情况都 差不多的人 你问问他 当年是做了一个 怎样的准备 怎么找到的工作 薪资待遇又如何 当然这个只能 做一个参考 我有个学生 今年就照这个建议 去问一个学长 学长很认真地 跟他说 你大学刚毕业 我大厂刚毕业 我们都有 美好的未来 以前学生找工作呢 都往北上广跑 但现在情况也不一样了 很多学生啊 宁其一动 比如说有位同学 他留在老家发展 老家在成都 每天朋友圈上 火锅 兔头 啵啵鸡 把那些去上海的朋友 缠的呀 每天必须得 打一套龙泉 才能平复下来 打完了 睡得一觉可香了 眼睛一睁 也要错够了团购 只能就着 朋友圈里的 火锅兔头 啵啵鸡 吃一点洋葱 胡萝卜 土豆泥 有时还旧一点绿化带 近几年呢 疫情对于整个教学的影响 确实很大 我们在高校 其实从2020年开始 也比较普及上网课 有一次我们当时上发声课 上着上着 听到了呼噜声 这很痛苦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吧 我灵机一动 我就各位同学 注意听 我就在此刻 特意跟各位同学 讲一讲考试的重点 该画的重点画一下 后来成绩出来 我说这次你跑不掉了 结果一翻 三十多个不及格 我当时才知道 睡觉的有那么多 打呼的只有一个 大学毕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刚才在精彩的 施朗诵当中已经感受到了 分手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这个困扰 我跟我老婆是 读研的时候在一起的 她当时来看了我一场辩论赛 看完之后 一见倾心 后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此生 收获最大的一场比赛 赢了比赛 又赢了爱 对吧 后来老婆还问我 说你是因为我才在 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吗 我说也不是 我一直在呼唤 只有你搭理我了 大家都在说 说我是爱神 是我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但说实话 今年这个形式 我就不呼唤爱了 我希望给大家呼唤一些工作 好不好 各位老板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认真来看一看 看看今年这些英界毕业生们 他们多么优秀 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 给我们的年轻人多一些机会 让我们共度难关 共创未来 因为工作在 心就在 天地间 还有真爱 一定能找到各位最终的彼爱 谢谢 谢谢各位 我是陈铭 各位参加反跨年的观众 把票拿在手里 一人一票 对号入座 来来来 票我看一下 停 停停 李老师 您觉得我刚刚的表演怎么样 哎呀 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如坐针毡 如盲刺背 如梗在 今天嘛 我妈非得让我来面试一个演员 说面试不上 来补补课也行 取点成语 李老师 我很高兴见到您 我在上学之前 一直留的也是您这个头衔 可是 我在上学之后 就把这个头发留起来了 说得好像谁不想留似的 那您怎么不留呢 对话留得起来嘛 我明白了 您这头发是留不起来了 我其实觉得吧 您这个头型 比上次那个爱心头型 可好看多了 我上次后面留那头心那个发型 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要允许它的存在 你可以讨厌你讨厌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允许你讨厌的东西 别人喜欢 这词我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啊 原来是我那cp小色说的 没办法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您果然是生活和沉浸在过去时代的 感受到过去时代西洋的一位老艺人 年龄的头发也留在了过去 小小年纪啊 要懂得尊重人 要说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话 别准说人扎心的 是导演让我说的 说这老头啊 可不好对付了 让我一上来 就刺激刺激他 但我又觉得吧 我小小年纪 应该懂得尊重别人 导演又说 你不正好出三吗 出三牛犊不怕虎 我当时一听着这个谐音梗啊 我就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面声 抖丹田大喊一声 呆 又开始模仿上我了啊 还行 模仿得不错 听说你是因为模仿 才火起来的 是不是 是 既然模仿了呢 我就点评一下 模仿是表演的初始 但不是表演的全部 一个好的演员 要具备万我 我当时就是 看到那些 极度不专业的表演 所以我才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面声 都丹田一声大喊 呆 我快待不住了 我就是看了您在演员 拯救卫里边的毒蛇点评 我觉得非常好玩 后来您退出了 我以为您金盆漱口了 没想到今天的您 还是那么的毒蛇 您还是从前那个老头 没有一丝丝改变 孩子 我不是毒蛇 我是太热爱我的表演职业了 我真的不允许那些 也不懂装懂 夸夸其谈 野狼似大的人 玷污我所热爱的职业 李老师 我太认同您的说法了 我也特别热爱表演 我也特别热爱表演 我就爱看《震魂传》 里面演得老好了 我可喜欢看了 我看一百多遍了 你看这老头 这些呦呼噜叫呢 你可别提真换转了 你看了一百多遍了 我骂了一百多遍了 胡编乱造吗这不是 那不是真正的历史 孩子 那不是真正的历史吗 你看看 大伙看见没有 有祸害的一个吧 多么天真烂漫的孩子 就被这些胡编乱造的历史剧 就给骗了 看那些王爷和皇上的妃子 泛舟胡哨 这不是胡编乱造 这是什么呢 能学到什么真正的历史 谁看历史 就是为了学历史的 您拍完《中暗六组》 您就学会破案了 我们演员接受一个剧本 接受一个角色 那是要体验生活的 那您觉得 我有当演员的潜质吗 以你目前的状态来说 也就跟那些一般演员 差不多吧 初中文化 你居然说我一个初中生 只有初中文化 你 蓝战 对不住了 我想办法 下辈子再还你 听 千万别再给我演这段 这段表演对我刺激很大 我看见这段我就演运 弄得我是辗转反侧 彻夜难免 夜不能美 李老师 您就发我一张S卡吧 我晚上去请你吃饭去 小小年纪哪儿学的这套 吃饭就不必了 我还是可以给你一张S卡 S有很多意思 可以是Super 可以是Super 我给你的是Skoo 希望你回到Skoo去 好好当一个Skoo的 努力Skoo的 今天真是学到不少东西 不光有成语 还有英语 我再教给你一个S Skoo 档器 我现在档器很满 我火了 我红了 我火红了 我红得不得了 但是 绝对不能膨胀 我现在要去拍戏去了 我要把这个位置 交还给张雨琪 谢谢大家 我是演员 李承如 这老头 还是有点意思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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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恋 哈 哈 哈 那我在这儿 我先感谢一下我的员工 小李 哈 哈 就你知道我从浪姐下来 我其实就准备回去上班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收到了这个 脱口秀的邀请 我就说还是小李懂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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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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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是毕业场啊 节目组说 让我要来聊聊 毕业的事 我说好啊 我高中毕业于 成都第七中学 导演说 我们想听北大的 我说北大 有什么好稀罕的 北大的故事 那么多人都说过了 可是成都七中的故事 可是现为人知 我发现就是 大家总喜欢拿那个 什么名校出身啊 来标榜自己 总喜欢说自己 是什么清华的 北大的 就特别讨厌 特别看不起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自从我用北大的毕业证 找到工作之后 我就再也没提过 这次去浪姐 他们也没找我要毕业证 我都带过去了 他们也没看 白带了 我在北大呢 我是学这个考古系的 就我不知道 大家自己的专业 有没有这种成见 来自大众的成见 但其实考古挺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个 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学科 我们就要学器物史 我们要学素描 我们还要学人体骨骼学 就学得很全面 它看上去是一个 特别冷门的专业 但是它其实很实用 就这么说吧 就比如说 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副骨架 从远处朝我走来 我一眼就能看出 它是男是女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和我的搭档啊 杜凯组了个乐队 然后同学开玩笑说 哎 你又考古 又搞音乐 你是不是喜欢编中 编中不是我们的风格啊 我们是搞爵士乐的 其实我们做乐队非常辛苦啊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去酒吧 住唱的时候 我们唱 三小时 就给两百块钱 然后我和杜凯一人一百 当时我们就决定 就是 这个乐队一定不能再加人了 然后毕业的时候 我当时拿到了这个考古系的 保颜名额 哎 没什么 这都很司空见惯 当时我放弃了去这个深圳读研 我留在北京工作和做乐队 然后我搭档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就特别感动 他就哇哇大哭 我在我面前 说以后演出可以跟我四六分 然后我说二八 然后他哭得更大声了 一百块都不给我 有人会问你怎么讲这么老的梗 这是考古梗 然后很多人说我是斜杠青年 其实斜杠挺难的 它需要在这种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状态之间去转换 就是有时候演出演完 我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必须要去写第二天的PPT 就别的乐队是在赶场 然后我们是在赶稿 然后我还遇到就是我们客户 他每期明月要来看我的演出 然后其实是来推稿的 就演出完了 大家都在喊 Uncle Uncle 然后那边有个声音在喊 交稿交稿 我当时在台上我就想 这个书画 无乳糖牛奶 这个广告应该怎么打呢 然后我边想 我就边念出来了 熬夜改稿来一口 演出赶场来一口 书画无乳糖牛奶 怎么喝都好吸收 打完了啊 小李 咱们专业的广告人 是不是不一样啊 刚刚变革说了 清华的这个校训 我也说说北大的这个校训啊 就是博学审问 甚思明辩 怎么样 这个就是网上流传的北大校训 其实北大它是没有校训的 但是只有上过北大的人才知道 但现在你们也知道了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做到 博学审问 甚思明辩 再会看来 北大是一个自由包容的 它有像许志远那样 浪漫 执着 追求意义的浪子 也有像我这样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浪姐 那我感觉 现在的毕业生 大家好多都很焦虑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随性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就不要被专业限制 不是考古出来就必须得挖地 也可以来这儿讲考古梗 然后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歌词 而是我毕业之前比较迷茫的时候写的一个 别担忧 还要再过多久 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马交给明天 七天别上了 谢谢大家 我的练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好 接下来 我对对方便有提出的这个命题 进行一个简单的抛析 什么叫北上广爱来不来啊 这句话有道理吗 没道理 想一想这是谁对谁说的话 北上广爱来不来 难道是北京上海的原住民吗 错 书记市长也不敢这么说呀 北上广爱来不来 你跟谁说呢 所以这道题目当时一听我就火了 谁出的这么没逻辑的题 他们说张绍刚出 我也想那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这个题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 是吧 完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总是显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为我这个身高 我很不喜欢别人高高在上的看着 包括什么 北上广你爱来不来 这种话 是吧 你们爱听不听 但是我想 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说 扪心自问一下 北上广 我们爱留不留 因为选择权在每个人手里 对吧 你比如像我 一个资深北漂 当然我的北漂跟很多北漂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被迫北漂 这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我在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真的呀 你想万一你要不小心 收到个清华的保送通知书 你人生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我想北大还可以 那就去吧 到了北京之后 你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什么挤公交啊 挤地铁啊 住地下吃啊 吃方便面啊 这所有的这一切 我都没经历过 都没经历过 因为在北大 生活还是很舒服的 当然 后来 本科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 哇那段时间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空当期 你是要租房 要在北京独立生存了 哇那段时间 我保送研究生 学校的宿舍呢 又继续延续了 所以又跨过了这样一段 是吧 人生当中的遗憾 遗憾 没有经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说到北漂 我给你们提三点 这关一定要过 第一 语言关 因为你不说普通话 交流起来有困难 咱们原来有个同事 你还记得吗 有一期节目 他去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因为找不到配音演员 他自己配的音 然后我们所有人 审片的时候 他阴森的声音 从片子里传出来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 有15个人 这15个人 每天干的事 就是打脸 我的妈呀 一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天天互相打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最后一翻译过来是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 是打眼儿 这期节目 审的时候 咱俩都在了 所以你要语言观过不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歧视任何地方的方言 我会说方言 我骄傲 但是 你要是说不好普通话 交流有障碍 工作效率会低下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留还是不留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买房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房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报到的第一天 紧接着我就去了 房管科 一推门 那个老师 有事吗 你好 我新来的 有房吗 房管科老师 新来的 来来来来 进来 坐下吧 你想要多大的呀 还能自己选呢 我说 您这有多大的呀 我们这从一居的 到两居的 到三居的 还有一千平米演播室 要吗 一千平米演播室 我也不敢住啊 天天在我家 开春晚 谁受得了啊 我说 那就小一点吧 最小的也有 而且还有不同楼层 不同采光 不同风景 你要哪个 我说地下室就行 哇 这小伙子 你还真不挑 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排队吧 排队 我说 什么意思啊你 说你看一看啊 中央台进来的 所有的职工 大家排队分房 我看看你前面啊 三百多个 你看你看 前面你排队前面的 还有你大姐 还有赵忠祥老师 你看赵忠祥老师 都排了二十多年了 对 我说那 那您觉得 我还有必要排吗 那个老师说 不忘初心吗 等着吧 当然 我也没等 因为很快 福利分房就取消了 后来变成叫货币分房 但年轻人说了 货币分房 你倒是给我货币啊 我毕业那会儿 北京最高的房价 最好的房子 大概五六千亿平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想住上一个 一百平米的豪宅 安居乐业 你要攒五六十万 当时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回老家 太贵了 受不了 但现在呢 年轻人该说 那房价都已经翻了 十倍不止 你们老看房价翻倍 你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的工资也在涨啊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工资顶天了三千 你们现在怎么也得 三千五了吧 当然 买房子这事呢 你也急不起 因为现在房价确实贵 但你可以买远一点 你比如北京买不了 咱买 铜县 铜县买不了 对 藏州 藏州不行 保定 保定再不行 咱白杨店 雄安 那边贵 那边不行 咱继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 就真回湖北了 那跟回老家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你留还是不留 最后一点 你的心态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藏龙卧虎 除非你才高八度 学富五车 不然你真待不下去 我都遇见一个事 一个小伙子来送快递 一打开门 大哥 有你的快递 小伙子 里边我买的电子设备 好的吧 你好不好 俺不知道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坏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讲 这个好和坏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你只有打开 盒子的那一瞬间 这个两种可能性 才坍塌到一种可能性上 要么是好 坍塌到坏 要么是坏 坍塌到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 叫学定恶的毛 我当时我就说 大哥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耽误你时间了 所以你说 在这样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人才 到处都是能人 你能留下 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态 不忘初心 最后告诉大家一点 北上广 爱来不来 这句话 按不同的方式读 它是不同的选择 北上广 爱 来吧 来 坚定信心 北上广 爱 来 不来 这事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 更多的是第三种 北上广 爱 来不来呢 这个问题 那是学定恶的毛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 那一瞬间 你才知道答案 谢谢大家 这个话筒是为书吗呢 这个话筒掉还是不掉 这是薛定恶的猫 你只有最后让它掉了 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为什么老要掉的 这是广告 京都念词案 是广告 你上来把人广告给摔了 下去吧 我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辩解什么呀 你都咔咔给人摔坏了 拿好杆 下去吧 下去吧 我是张博洋 我们对选的这个题目啊 是有些东西假不了 对吧 其实我最先想到应该是就是 很多的安全问题 比如说消防演习 对吧 大部分消防演习 其实还是特别有用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应该都在学生的时代 经历过那种 就是特别敷衍的消防演习 对吧 我高中的时候就碰到一次 哇真的是 它是提前头一天 先把演习的那个时间告诉你 第二天十点会有一场消防演习 请大家做好准备 哇那是我头一次知道 火灾不仅可以预防 还可以预报 然后到了第二天 就是我觉得在这种敷衍的演习里面 就是逃生 不是最难的部分 假装着火 才是最难的 但是晚上其实 正和光车特别的敷衍 就好像春游一样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真的 我觉得我的面前如果有两所学校 一所是在进消防演习 另外一所食堂开饭 我会觉得着火的是那个食堂开饭 当然其实之前我在英国留学嘛 经历过一次消防演习 特别的真实 跟国内不太一样 当时是凌晨三点 所有人全在宿舍睡觉 火警突然就响了 哇大家都以为着火了你知道吗 拼命往下跑 好多姑娘衣服都没有穿就跑下去了 哇然后到了下面 那个宿管他跟你说 哎呀我们这是演习 骗你们的 当时我去 我这种演习 可以多搞 但是说到一些假不了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 很多的安全措施 是吧 看守移特别的没用 比如前两天 我就参加了一次跳伞 就是坐飞机 从4500米的方 跳下来 其实挺危险的 然后上去之前呢 教练就给了我一副防风镜 我穿套衣服 还给了我一个头盔 我接过头盔的时候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我说我从4500米的地方跳下来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我想头盔有啥用 那到跳伞 哎呀江洛杉这么大部分 还好我有头盔 就虽然很不能理解 但是我还是把头盔戴上了 上去之后才知道 4500米的空中 风特别大 头发容易乱 但是戴上头盔就不一样 万一出了什么事 起码揍得比较安详啊 谢谢大家 啊大家好 你们认识我吗 对不用回答 肯定不认识对吧 嗯 对做介绍一下 我叫张柏阳 我是一个海归 对我知道 前面听到海归这个词 你们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出国能这么多 海归有什么呢 我就想跟你们说啊 就你们这种想法 是对的 现在的海归里面 真的大部分 特别水 跟你说 简直就是海水 你们身边应该都有 这样的留学生朋友 对不对 一个个英语 好像没多好 但是非把手机系统 调成英文的 微信都不叫微信了 叫WeChat 真的 你要是出国留学 七八年变成这样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就出去交换 三个月 你跟我在这Chat啥呀 你见面扫笑WeChat 扫笑WeChat 我跟你说 扫完之后 我根本就不跟他们Chat 很多朋友都是 出国以前很正常 回来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我有个朋友 一般人 聊天的时候表示 同意认同 因为说什么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他表示同意认同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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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也不一样 一般人走路 如果不小心碰到别人 说什么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他不小心碰到别人 Sorry 你就感觉他那个意思吧 好像不是很Sorry 跟这种人在一起 最可怕的 就是他突然掉东西 一般人手里拿个东西 不小心掉了 第一番是什么 哎呀 他手里拿个东西 不小心掉了 第一番是 Oops 刚捡起来 又掉一个 Oopsie 哇 你说你说话就说话 没事 加什么音效啊 而且有时候 他为了凸显自己的海归身份 我说两句话 他能跟我 嗯哼八字 所以跟他聊天什么感觉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着说着 我就感觉自己仿佛在看一段鬼畜 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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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s Oops 嗯哼嗯哼嗯哼 Sorry 还有一种留学识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就是每年都要在朋友圈 发一次自己的毕业院校 哇 我的母校排名又上升了 英国前三十 大姐 你都毕业十年了 你记得母校 母校不记得你啊 我发现那些学校不好的人 从来就不会在朋友圈 怀念自己的母校 我看朋友圈的时候 从来没见过 李诞怀念自己的母校 华南农业大学 也没见过池子 怀念自己的母校 通州六州 也没见过柳岩 怀念自己的母校 哦对 我的朋友圈里没有柳岩 想有 没有 当然喜欢给人贴标圈的 不只是人 还有媒体 最多的就是媒体 有些标圈真的是莫名其妙 比如前天 我就在报纸上面 看到了一个新闻 关于柳岩老师的 标题是这样的 叫柳岩 庄前庄后差别大 素颜被指向大妈 我就搞不懂 这些媒体在想啥 我说你们见过大妈吗 啊 你们去过广场吗 你家大妈向柳岩啊 就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家楼下的广场上 放眼望去 一个柳岩都没有 全都是泥屏 柳岩老师不好意思 这都是节目效果 特别不好意思 sorry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过来啊 文亮 我这没有了点 你把罗老师那个也拍了 大家好 我是沈腾 你第二位展示已经全棒了 很荣幸由我来开启脱口秀大会总决赛这个盛典 其实一开始我没打算来 因为最近综艺上的太多了 观众很快就忘记我是个演员了 但我知道总决赛收视率肯定高 所以我上这个综艺 是想借机告诉大家 我还是个演员 今天是总决赛第一轮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终点也是起点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军艺的日子 那是我演艺生涯的起点 也是我颜值的终点 当年我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 对 军艺校草 现在呢居然沦落到跟徐征老师撞脸 但很明显 这是徐老师放出来的料 并且还在料上做了手脚 请看大屏幕 徐徐徐老师跟我撞脸 我这脸可是入围过 亚太区最帅100张面孔 No.21的 徐徐老师你能入围啥 你最多能入围亚太地区最秃的100颗头 你排名37 李诞38 排名底 罗永浩老师在榜外 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其实呢 是终点 也是起点这个主题 罗永浩老师比我更合适 人家事业经历了多少个终点呢 而今天又是他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中国脱口秀的第一人 他将第一次站在脱口秀的台上 讲脱口秀 算是他的正式首秀 但谁知道呢 罗永浩加油 脱口秀停住 好 有请罗永浩老师上台 之前呢 我必须要说出 藏在我心里多时的那句话 蓝河明养奶 不是一般的养奶 它是全养乳配方 更多天然营养 更好消化吸收 好养奶 血蓝河 哎呀 痛快了 有请罗永浩老师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21号 家里萧起来自山洞叶台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背后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 我能跟张雨琪撞山 我一时间不知道是难过 还是开心 对 那我就开始我正式的表演了 我在这个 我们这个节目云海选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在网上写了一部连载的言情小说 名字叫做 恶魔包围圈的Sweet Girl 哇 这边观众能听得懂英语 哇 然后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竟然有自称是出版商的人联系我 想要给我出书 然后我当时就说 这个恶魔包围圈的Sweet Girl 它不至于吧 然后对方说 不是的 在那个节目里 大家不都喊你烟台贵妇吗 所以就希望你能写一些 就是揭秘富婆人性弱点 教大家如果走进富婆内心深处 这样一些内容 就是虽然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但是我之前也是上过班的 虽然 虽然最近没有再上过了 因为确实也是不需要 我们 我们今天的观众 你们明天还要去上班吗 哦 我特佩佩 现在已经不早了吧 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之前的职业呢 是一个高中政治老师 就怎么我们今天观众 大家都没有上过高中吗 就是罗老师确实是没有上过 上过一年 上过一年 好 那真是巧了 因为我今天的段子啊 起码要有高中以上学历 才能听得懂 对 就是我们今天没有上过的观众 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们上过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考政治大题 你们答不出来会怎么办呢 是看来真的没有上过 就在我教过的同学里面 但凡有点求生欲的 他就会把卷子翻过来 去抄选择题 然后求生欲再抢点同学 他会把一样的内容 给我抄到每道大题上 然后让我来找得分点 就还有一种同学 他这个求生欲 已经强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他把上面所有事干完之后 最后再给我写上 中华人民共和万岁 就很难不给他分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站在台上 我一旦发现台下有观众 在窃窃私语 我就会 你们讲吧 我不讲了 等你们讲完我再讲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台上 看不起你们在台下的小动作 我跟你说我在台上看的不要太清楚 而且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整个剧场就是一个小时啊 对 然后因为我就是刚刚大家听到 我是山东人嘛 所以我之前是在山东的一个高中里实习过 然后我们那个高中中午啊 给老师那食堂啊 专门有一个资助区域 我里边的东西特别的丰盛啊 有大葱 洋葱 还有蒜 这些就是我们的饭后甜点 就是你就会看到 每个老师中午吃完饭经过这儿 都会拎起根从边吃边往外走 去操场上散步 那中午的操场就是个有味道的操场啊 我就在楼上看着这一幕 就忍不住感慨 我说天呐 这就是真正的青葱岁月呀 对 然后就是我做了老师之后 我就发现 有些老师之所以会说那些教师的经典语录 可能只是为了向前辈致敬而已 就像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看晚自习 我就突然对着我们班同学说 整个年级就我们班最超 但你知道吗 我们班其实也没有很超 我当时就是太想说这些话了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脑子都在想着这些话 然后说出来那一刻就觉得天呐 太爽了 我觉得我的教师生涯都完整了 我从搞教师资格证那一刻 就在等着这个时候 就说你们看到一些新的老师啊 他们在台上说这种话的时候 可能只是表面上生气 他内心可能就说 没想到我也有几天 就很快乐 就做老师的时候肯定还要检考嘛 我之前待在学校 我就一直想明白 为什么学校啊 总把我安排去那个最差的考场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啊 就是年级倒数三十名 竟然会互相超 就是他们这些人 是不是觉得他们永远都在同一个考场 是因为缘分呢 我有一次甚至看到年级到第二 再超到第一 就生动解释了什么叫不齿下问的 不然你知道他边吵还边问说 哇 赵提为什么选C 你知道那一刻 我甚至有点感动 我就感觉他不是在单纯的吵 他甚至还带着一些质疑的精神 然后我就走过去看 我就发现到底全都选了C啊 就还有总学校为了节省空间 就让高一和高二同学 坐在一起考试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高一的同学 在抄高二同学的选择题 我就过去提醒他 我说同学啊 你们卷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同学很淡定地看着我说 啊 老师我知道呀 但我究竟把这一切交给命运 好 谢谢大二小琴